我们都知道马龙许昕并没有随队参加时拼赛 以及WTT世界杯决赛 将机会留给了年轻球员 当然他们也没有闲着 而是参加了奥运冠军代表团访问香港了 在港期间许昕马龙打了一场公开表演赛 再现了经典名场面 魔力转圈圈赢得现场满堂喝彩 很好的促进了两岸交流 推动了乒乓球在香港的发展 调动了香港市民运动的积极性 而结束访港后 许昕马龙已经回到内地 目前正在进行隔离 就在今天上午10点 人民日报特地发了一条动态 点名表了许昕 而且还配上了一段许昕隔离期间的锻炼视频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许昕三分钟之内完成了八组动作大汗淋漓 从这可以看出 许昕对于自己的要求还是蛮严格的 虽然在隔离期间依然进行了高强度的训练 看来短期内许昕或许还不会退役 那么许昕会不会再战三年 坚持打完巴黎奥运会呢 我个人觉得非常有可能 我们都知道 这次市拼赛以及WTT世界杯决赛 国拼表现得非常强势 市拼赛中五个单项拿下了四个单项的冠军 WTT世界杯决赛包揽了男单女单冠军 国拼的年终两项收官大战大获全胜 但是分开来看 男队女队的形势其实不一样 应该来说国拼女队的前景以及形势更加乐观一些 通过两次大赛 基本上确定了未来双合王曼玉和孙颖莎 但男队相比较女队就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 男队中表现最优异的无疑就是凡震东 通过两次大赛的夺冠 基本上确定了凡震东就是国拼新一哥 无论面对外战还是内战 凡震东表现得都非常优异 他已经完全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 完全可以从许新马龙手中接过国拼男队的大棋了 所以三年以后的巴黎奥运会 凡震东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主力 而国拼另一位巴黎奥运会的主力球员 应该就是王楚清 虽然王楚清是00后 但这两次大赛他的表现都非常优异 士兵赛中搭档孙颖莎拿到了混双金牌 到了WTT世界杯决赛 也成功杀入了男单四强 最后只是在半决赛中输给了实力更加强劲的凡震东 算上此前的WTT挑战赛 王楚清已经拿到了三个双打的冠军 他的表现绝对配得上国拼太子爷的称号 所以巴黎奥运会的三大主力必然有他一席之地 而剩下的周启豪、林高远以及梁敬坤 他们的表现似乎就差了那么一点意思 无论是拼赛还是世界杯决赛 他们三人的表现都没有达到预期 在世拼赛中周启豪第二轮就被德国老将波尔淘汰出局了 到了WTT世界杯决赛 林高远、梁敬坤也早早输给了外协选手 所以目前来看他们三人所展现出来的实力水准 还不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 尤其是周启豪 外战战绩真的是惨不忍睹 14次外战只赢了两次 可以说一打外协选手基本上就是输 所以综合这些球员的表现来看 梵震东王楚清的实力绝对可以担当巴黎奥运会主力 而剩下的三人还不具备担当奥运主力的实力 所以目前来看 许昕无疑就是最适合担当第三奥运主力的选手 因为第三主力基本上是以双打为主 而许昕双打有天生的优势 他的左手堪称世界第一黄金左手 为国拼立下过汉马功劳 而且为了集体荣誉 许昕也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双打比赛中 为此还放弃了追求个人大满贯 不得不佩服许昕的高峰亮节 而三年以后的巴黎奥运会 马龙已经35 有可能马龙会不打了 但是许昕三年以后的巴黎只有33 所以许昕绝对有一战的能力 所以目前来看 刘国梁或许会让许昕再战三年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这期我们就聊这里 如果你喜欢 记得转发点赞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